郑文玉兰 第一章,离家三年的姐姐回来,身边跟着个男人。 他说这是他的男朋友,我却觉得有点奇怪。 离家三年的姐姐忽然回来,身边跟着个人高马大的男人。 他说这是他的男朋友江正廷,这次回来是为了商量他们结婚的事。 江正廷这个名字我们并不陌生。 姐姐每隔几个月打回来的报平安电话里,偶尔会提到。 爸妈很高兴,张罗着庆祝姐姐姐夫回家。 可是不知怎么的,我却总觉得哪里有点奇怪。 老家有规矩。 第一次上门,不能同屋。 妈妈去给姐夫收拾房间,姐姐却说,妈,我要跟正廷睡。 我们家是重组家庭,比我大五岁的姐姐是我爸带来的。 大概因为父母再婚时,我俩都还小。 我们家没有其他重组家庭那么多的摩擦矛盾。 从小到大,家庭关系都很和睦。 直到高三那年,我姐早恋,为了不耽误学习,我妈找到学校,也惊动了对方家长。 说实话,事情闹得挺大,最后的结果就是,我姐跟我妈大吵一架,虽然跟那个男孩分手,但是从此母女俩有了嫌隙。 我妈后来总会偷偷跟我说说,到底不是亲生的,有了嫌疑之后就很难修复。 后来,我姐考上大学,回来的次数就少了。 毕业后留在南方,更是整整三年没回来。 我爸我妈也曾想去看望我姐,却都被她阻止。 她说,我在这儿挺好的,你们不用担心。 只是做父母的,怎么可能不担心? 我常看到我妈一字一句的编辑,给我姐发微信,给她打电话。 但是,我姐很少接,也很少回。 我妈说不合规矩,我姐犹犹豫豫看向姐夫。 姐夫笑笑,对我妈说,南南这两年睡眠不好,只有在我身边才能睡着。 老一辈人,多少有点守旧思想,我妈听了这话愣了下。 嘴上没说什么,脸色却不怎么好看。 我妈热了牛奶,让我给我姐送过去。 嘴里还在跟我爸念叨,南南这孩子,感觉比小时候还内向,这次回来,更不爱说话了。 我也觉得我姐安静得过分,从回来到现在,说的话不超过十句,我们跟她聊什么,基本都是姐夫在回答。 我打算找她说说话,趁姐夫去洗澡。 端着牛奶,敲开我姐的房门。 我姐正在换衣服,大概没想到是我,整个人愣了愣,随即扯过外套套在身上。 我看到她后背上有几道伤痕,很明显,暗子暗子的。 姐,你后背。 是,我姐示意我小点声,等我走到她身边才说,没事,不小心摔的。 摔的,怎么可能? 那明明是被什么臭打留下的伤痕。 姐,你跟我说实话,是不是我姐夫打的? 二,不是。 月月,你别胡说。 我姐猛地摇头,但是强烈的反应,反而让人更怀疑。 可还不等我再说什么,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 江振廷跟我姐是大学同学,她自己说,对我姐一见钟情,追了一年多才追到手。 后来毕业之后,我姐跟她去了她的老家发展,这几年感情一直很好。 我叫了声姐夫,江振廷大概没想到我会在手上动作一致。 我姐立刻起身,迅速说道,月月来送牛奶,刚来。 姐夫警觉地看了我一眼,不知道为什么,我从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狠觉,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。 可是再看过去,她又已然恢复了微笑的模样,对我说,谢谢小妹。 我只当是自己看错了,但是那道视线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,让我隐隐有些不安。 姐姐姐夫说,要带我我爸妈去调些礼物,这次回来的仓促,什么都没带。 爸妈高兴地合不拢嘴,跟着他们去了商场。 我家条件不错,早年间,父母靠着扎串手艺在学校门口摆摊,买卖虽然小正德却不少。 后来年岁大了退休了,去年又赶上老家拆迁。 分了两套房不说,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赔偿款。 但是儿女送的东西跟金钱多少无关,主要是这份心意让二老开心。 姐和姐夫给我妈挑了套首饰,又给我爸挑了衣服。 付款的时候,姐夫拿着手机过去,磕扫了好几次码都不成功。 最后收银员看不下去了,提议,要不换个人试试。 姐夫看了我姐一眼,我姐脸色一白。 出门之前,我姐说她手机没电了,放在家里冲,身上又没带钱包, 我姐夫也只拿了个手机出来。 我妈赶紧让我爸爸钱付了,还不忘安慰姐姐姐夫。 我姐笑得勉强。 称怪姐夫的同时叮嘱姐夫,回去后记得把钱转给妈。 回去的时候顺便买了菜, 我爸要喝姐夫喝两杯,让做点下酒菜。 也不知道是酒量不行,还是怎么的,两杯下肚,姐夫就有点醉了。 她拿着手机给我妈转账,提示信息,却是银行卡余额不足。 钱呢? 姐夫问我姐。 我姐从回来以后就一言不发, 听她问话一愣,过了好半天才说,让我花了。 姐夫瞳孔震惊难以置信,大声问,三十几万,你花哪儿了? 我姐吱吱吾吾了半天。 最后说自己被电信诈骗了,偷偷报了井也无果,怕我姐夫受不了,就没告诉她。 姐夫的酒一下子醒了,一把拎过姐姐,大喊,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结婚的钱? 家里乱了套,爸妈,怕姐夫情绪失控,伤了我姐,纷纷过去了。 我也就是从我姐夫怀里拉出我姐,推进了他们的房间。 三,外面的争吵还在继续,姐夫的声音一字不落传来,那是我们结婚的钱啊,现在怎么办? 最后的结果,我妈说,他们结婚的钱,她跟我爸出,他们有个定期。 月底到期,这期间,我姐一直坐在床边,一言不发。 我看着她的侧脸,半边隐匿在黑暗之中,有种熟悉的陌生。 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,小声问她,姐,姐夫对你好吗? 姐姐的身体顿了一下,许久之后才轻轻嗡了一声。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见,不管是我姐还是姐夫,都让我有种不安的感觉。 但是这种感觉来自于哪里,我又说不上来。 爸妈提起姐姐姐夫的婚事,姐夫趁机道,我们回去之后定个日子,到时候再接二老过去。 爸妈高兴地说好,我却越想越觉得不对见。 晚上爸妈出去六五二,我们小辈陪着。 到了楼下,我以旺拿手机为由折返回去,偷偷溜进了姐姐姐姐夫的房间。 我找到姐夫的身份证,地址是南方某市匣区的一个镇的某个村,跟她说的倒是没差。 但是谨慎起见,我还是偷偷拍下照片,放好出去的时候,外面正好响起敲门声。 我赶紧出去,听到外面姐夫的声音,我深呼出两口气。 开门的时候,对上她审视的视线,那是跟平时在我父母面前截然不同的样子。 我的心一沉,没敢逗留,飞也似地跑了出去。 我在网上查了姐夫身份证的地址,那是一个极偏僻的山区,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。 我又通过姐姐的高中同学尝试着联系了她大学时候的室友,这时候才知道,姐姐在大三的时候因为怀孕退学了。 在此之前,姐姐跟家里的联系并不频繁,但是定期会打来电话报平安。 她从小就是比较独立的性格,加上重组家庭的特殊性,所以爸妈没有过多干涉她的生活。 所以,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懵了,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怀疑可能不是空穴来风。 姐姐姐夫要回南方,嘴上说,回去让姐夫父母订婚期,然后来接我们。 爸妈连连说好,并承诺第二天给他们取钱。 姐姐一直给爸妈道歉,说等她被骗的钱回来之后,一定还给爸妈。 我才刚刚查到点皮毛,肯定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走了,所以当天晚上,我就给自己下了点猛药。 我过敏体质,海鲜累得完全不能碰,趁他们都在家午休,我找了个海鲜自住,每种都吃了点。 当120到的时候,我让人打通了父母的电话。 我住院了,家人赶到后,我拉着姐姐不肯松手。 他们订了当晚的机票,见我浑身红肿,手上扎着针。 我爸说,月月舍不得她姐,你们就多在家住段日子吧。 4.姐夫给我结识了个眼色,我姐拍了拍我的手,走到爸妈面前,当然了妈,月月生病,我肯定要在家陪她。 爸妈连连说好,姐姐又说,那那个钱。 过两天再娶,不急。 那笔钱,本来父母准备今天到妻之后,娶了,直接转给他们带走。 我这一闹,爸妈也没心思了。 姐姐还要说什么? 爸妈已经没有继续地打算,坐在我的病床边,满脸心疼。 晚上姐姐主动提出,留下来陪我,我想了想,没拒绝。 等他们都走后,姐姐在床边坐下,帮我削了个离,递过来的时候,她轻轻道,月月,你是故意的吧? 说实话,我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,短暂错愕,我抬起头。 爸妈刚在一起的时候,我跟姐姐感情很好。 那时候总喜欢跟在她的屁股后面,一口一个姐姐喊着。 我妈总说我跟个小尾巴一样,我姐也不嫌我烦,总是带着我玩。 姐,我只是想知道你过得究竟好不好。 我看到我姐身体颤了一下,不知道在想什么,许久之后看向我,那很重要吗? 我想说是的就是,但是没有说出口。 我看着那张熟悉的脸,此时却很陌生。 那个孩子呢? 我姐又是一将。 你生下来了吗? 我姐点点头,我惊得瞪大眼睛,不太敢相信。 我问她,那你为什么没告诉我们? 我姐低下头。 姐,我有点急。 不知道这几年,她究竟遭遇了什么,但更想不明白,我们明明是一家人,她为什么什么都不说。 难道就因为当初那件事,从此在她心里种下了隔阂的种子。 第二天妈妈来送饭,告诉姐姐,我爸跟姐夫去了银行。 经过昨晚,我大概已经猜到姐姐姐夫的目的,但是犹豫再三,最终什么都没说。 姐姐姐夫走了,拿着爸妈转给他们的钱,在我还没好之前。 临走前,临走前,我拉着姐姐的手。 小声说,姐,我们永远是一家人,有任何事,你都可以跟我说。 姐姐的身体颤了一下,很快被姐夫拉走。 这时我又对上她的眼神,那个恐怖的眼神。 姐姐又恢复了以前那样,很久才跟家里联系一次。 当好不容易打通她的电话时,爸妈着急地问, 你们的婚事商量得怎么样,正庭的爸妈怎么说。 我解顿了顿,等年后再说吧。 此时已经临近春节。 爸妈又问,那你春节回来吗? 姐姐说,看看吧。 爸妈应该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。 挂断电话后,脸色都不太好。 我犹豫着,要不要把知道的告诉他们。 这是我爸开口了,明天我去联系下南南的大学, 看看能不能问到什么。 呜呜,我妈说好,我看向窗外。 天黑沉得厉害,这场暴雪应该快要来了。 学校很快给了消息,我妈差点当场晕过去, 我跟我爸赶紧扶她坐到沙发上。 我妈还在呢喃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? 南南她怎么会做出那种荒唐事,又怎么会瞒我们这么久? 爸妈又问,学校要解付老家的地址。 却被告知,那一栏是空着的。 他们那时候,学籍管理没那么严格,查不到也很正常。 我看着偷拍姐夫的身份证,还是犹豫,但是最终还是递到了爸妈的面前。 我们订了最近的航班,爸妈担心姐姐,迫不及待要去看看。 可是姐夫的老家那么偏僻,我们人生地不熟,我有点不放心,下飞机后跟爸妈商量,妈就在市里的酒店住下,我跟爸爸去找姐姐,这样有什么事也好照应。 爸妈听出我的意思,没反对,但是妈妈叮嘱,你俩一定小心点。 我们约定好,万一出现联系不上的情况就报警,也不知道怎么了,我们似乎都有种不安的感觉。 送妈妈去了酒店,我跟我爸坐上了通往镇上的大巴,到姐夫身份证上的地址,从镇上过去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。 等我们到达村口,已经是下午一点多,我先给妈妈报了平安,然后跟爸爸往里走。 看到人后打听了下姐夫家的位置,对方却警觉地看了我们一眼。 我赶紧说,我们是来走亲戚的,但是好多年没来了,忘了怎么走。 大概看我们没有恶意,那人伸手指了个方向,我跟我爸一起,看来找对了。 我爸赶紧递上香烟,那人接过后,忽然说,我看你们是体面人,那种亲戚能不走动就不走动。 我想问他什么意思,大叔已经叼着烟走了,我跟我爸对视一眼,朝他刚才指的方向走去。 让你洗衣服,到现在也不动弹,一天到晚就知道偷懒,信不信我让郑婷回来打死你。 还有你个小赔钱货,看我干嘛,信不信我把你卖了。 女人奸细的谩骂声从院子里传来。 要不是听到姐夫的名字,我甚至怀疑我们走错了。 我看了我爸一眼,他也一样的表情。 爸,我有点不敢想象里面发生了什么。 我爸却挺直了后背,走,敲门去。 脚步声很快传来,看到我姐的那一瞬间,我们都愣住了。 几个月不见,我姐好像瘦了,脸上没什么血色。 她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,露在外面的手,又红又肿。 姐,我惊叫一声。 谁呀,里面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。 六,我姐的表情也从震惊变得惊恐。 可不等她说什么,这时女人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。 你们谁呀? 女人问。 几乎同时,我爸一把把我姐拉到身后。 恶狠狠地看着女人,她说,我是她爸。 我看到女人愣了下,随即换上笑脸,走到我爸面前,道,原来是庆家公啊。 我爸没理她,心疼地摸摸我姐的头,打亮着她的衣着,以及那张瘦靴的脸,双眼不知何时蓄满了泪水。 可还不等她说什么,屋里忽然传来一阵小孩的啼哭声。 这两个孩子,当看到炕头上还在墙堡中的婴儿,以及地上四五岁大的女孩,我爸的声音都在抖。 而当她听说这两个都是我姐孩子的时候,更是差点当场晕倒。 我爸拉着我姐要走,女人立马拦住,她抢过墙堡中的男孩,大喊,死丫头你要去哪儿, 信不信我现在打电话让郑婷回来。 我爸早就气急,听她这么说更来气了,一把甩开女人,拉着我姐就走。 女人急了,一脚踢在旁边小女孩的身上。 哇的一声哭叫声,我姐的脚步抹得顿住。 美妖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,老辈子家里为了有个男孩,总喜欢给女孩起名朝地叛地之类的。 这种名字在我看来代表着封建落后,有些恐怖, 但当我问起美妖什么意思的时候,我才知道原来有比那些更恶毒的名字。 当年我姐意外怀孕,辅导员找她谈话,在生下孩子跟辍学之间,我姐听信了江正廷的花言巧语,选择跟她回了老家。 那时候,江正廷因为打架斗殴,被学校开除,我姐义无反顾。 但是来到她家之后,看着封闭的村落。 难沟通的长辈,她后悔了。 只是人这一辈子总得为自己的选择买单, 那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,村里出行又不方便,加上为了困住她, 她们藏起她的身份证,拿走她的手机,断了她唯一的出路, 我姐只能留下来生下孩子。 原本想之后慢慢找机会,可是低胎的女孩,让她在这个家的地位一落千丈。 婆婆给孩子取名小妖,逢人就说不带把的,早早就夭折了。 这是对她孙女的诅咒,也是我姐噩梦的开始。 我姐不同意,闹来了江振廷的亲戚。 有绝食几天,最终给孩子改了个名字。 而那之后,江振廷对我姐的态度也越来越差。 江振廷从小条皮多亏的她大博士村里的老师,把她培养成了大学生。 可惜她自己不争气,辍学回来之后,一直在镇上混荡。 我姐也曾跟她商量,能不能让她回家。 江振廷却说,你死心吧,这辈子别想离开江家庄。 气! 后来她开始赌博,也欠了不少外债。 那时候,我姐刚生下儿子不久,被她拉着要去卖给债主。 债主嫌晦气,把他们赶回去。 不过威胁她,一个月内必须还钱。 恰巧这时我家拆迁,江振廷听说之后,便带着我姐去了我家。 我姐哭着给我爸道歉,他们用孩子威胁我,要是我不骗你们,他们就要把美妖卖了。 我知道他们肯定做得出来,没办法,我只能配合她。 我姐快要叉气了,我爸心疼地拍拍她的肩膀,安慰着不知所措的我的姐姐。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,趁江振廷还没回来,我们要抓紧时间带我姐走。 我姐却说,我走了,孩子怎么办? 我爸抱起美妖,又看了眼正在那里鬼鬼祟祟打电话的女人。 我爸过去,一把抢过孩子,引得女人一阵惊呼。 有邻居听到声音赶来,我直接拿出藏在包里的刀。 进村的时候,我们打听过了,下午三点钟,会有烫去镇上的车。 女人还在大喊大叫,沈男你要是赶走,正庭一定会打死你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在。 我姐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,大喊,随便你。 我们带着孩子离开了江家,临走前在翻箱倒柜,也没找到我姐的身份证。 女人得意洋洋地扫视着我们,没办法,为了赶车,我们只能先走。 等到了酒店,我妈一见到我姐就哭了,抱着他们母子三人,哭成一团。 我也跟着落泪了,万分后悔,上次他们回去,我怎么没有把自己察觉到的早早告诉父母。 爸妈问我姐的打算,我姐把孩子放下,对西爸妈磕了个头。 她说以前是她糊涂。 因为大学时候犯的错而买了单,平白被江正廷他们家扣押这么多年。 现在她想明白了,她想跟我们回家,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 爸妈欣慰地扶起她,三人又哭作一团。 我没有再次加入,而是打开软件找到临时身份证登记的小程序,提交信息又录入我姐人脸之后,临时身份证就生成了。 我姐亚异地瞪圆眼睛,这些年我也想过逃跑,可是我的身份证被江正廷藏着,我也没有手机,不知道现在办理临时身份证这么方便。 上次回去,我也找过机会。 可她用孩子威胁我。 我拍拍她的肩膀,又抱了抱她,我对我姐说,没事了,都好起来了。 江正廷找来的时候,我们已经办理好退房,准备去机场。 她的身后跟了几个年纪不大的男孩,个个疲离脾气。 我看到我姐打了个机灵,躲在我身后,身体不住颤抖。 我伸手,把她护在身后,冷冷看向江正廷,你想干嘛。 爸,江正廷晃晃悠悠走来,几个男孩也跟了过来。 他扫视着我们,最后落在我的身后,高挑起眉头,他说,沈南。 跟我回去。 我姐拼命摇头,爸妈赶紧抱住她。 两个孩子也被吓到,小的那个嚎啕大哭。 我看了眼时间,还来得及,示意我妈带着我姐他们先去大厅等着,自己则跟我爸跟江正廷正面交锋。 我看出来了,他想用武力解决,但是我不怕,我们住的五星级酒店保安各个年轻力壮。 说吧,怎么才肯放我节奏? 江正廷一笑,不像之前在我们家时候的伪装,此刻的他俨然一副痞子模样。 给我五十万。 他伸出手,一开口就是钱。 我没忍住笑了下,你疯了吧,你骗我爸妈的钱,我还没跟你要,你还敢狮子大开口。 随你便,反正不给我钱,我就缠他一辈子。 我无所谓,看他能不能受得了。 人渣,我咒骂了声,他也不在乎,嬉皮笑脸着,看向我爸。 你说呢,爸。 我看到我爸握紧拳头,我走过去,轻声地叫了他声。 我爸回过神,看向江正廷,我考虑一下吧。 我爸让我取消航班,重新续住了酒店,我听话照做,搞定后,我悄悄问他。 爸,你有什么打算? 我姐抱着孩子睡了,我妈在一旁陪着。 我爸看了他一眼,江正廷不处理掉,就像他说的,以后会是你姐一辈子的噩梦。 你想怎么做吧,你可别做傻事。 我爸被我的语气逗乐,轻笑一下,拍了拍我的额头,放心吧,你爸是老了,但是还有脑子。 我会用法律手段为你姐讨回公道。 我爸让我报警,很快我们就被叫去警局。 去之前,我爸给我姐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,生怕她会情绪失控。 好在有我们陪着。 我姐自始至终很稳定,配合警察做了笔录,伤口检查的时候,我都被吓了一跳。 那一道道可怖的伤口,比我上次无意中看到的还要多,怪不得我姐一直穿着长袖,哪怕在家里也不曾露出手臂。 江正廷还在外面骂骂咧咧,我的女人打两下怎么了?警察还管人家务事。 你们是不是收了钱,信不信我举报你们?我要见沈南,臭婊子,敢告我。 我气不打一出来,走到门口冷冷看着她。 我不明白,一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。 怎么会坏成这样?江正廷,你等着坐牢吧。 我握紧拳头,对她说道。江正廷想扑过来,被警务人员架住。 她的嘴也被捂上,只有一双眼死死瞪着我。江正廷被拘留,我们以非法伤害罪起诉了她。 舅,她跟我姐没有领证,非法拘禁加伤害罪,一审结束,我们胜诉无疑。 法庭上,江正廷又当场发了疯。 她的母亲在庭后拦住我们,沈南你们一家,不要太恶毒。 这些年,你吃我们的,喝我们的,竟然还想让我儿子坐牢。 我爸拦住了扑过来的江母。 不客气地推倒在地,我爸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 别以为我不知道,你是你儿子的帮凶,现在我女儿不跟你计较,没有连你一起告了。 我警告,你不要胡搅蛮缠。 江母还要撒泼,却被拦住,那人不知道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,江母的表情瞬间一变。 听我姐说,江正廷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因为杀人而坐牢,江正廷是将母一手拉扯大的。 大概这也是造成她性格缺陷的原因,只是学校时候我姐被爱情冲昏头脑并没有发觉。 我们做好了让江正廷坐牢的打算。 可是二审的时候,一份证据的出现,却让局势发生了变化。 医院诊断显示,江正廷有遗传性精神疾病,对我姐的伤害是在发病情形下,因此要求从轻处理,并且立即送往医院就医。 我们都知道,如果她被送去治疗,这意味着什么? 我姐当场情绪失控,大喊着不同意,可是医院诊断清清楚楚,就算法官也没有办法。 我姐崩溃了,回去后一直大哭。 两个孩子靠在我姐身边,眼神里是惊恐又懵懂。 我们都于心不忍地别过头去,这个结局。 别说我姐,我们也无法接受。 我们上诉了一次,结果毫无疑问失败。 司法机关鉴定,江正廷确实有精神疾病。 江正廷得意地冲我们洋洋下巴,带着胜利者的笑容。 我气炸了,就算有精神病,她打我姐的时候也是清醒的啊。 我姐说算了,不想再继续了,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过她。 她要是真因为精神病就算了,明知道有猫腻,凭什么算了。 我查了司法机关做精神鉴定的医院,然后找到为江正廷做检查的林主任。 她一口咬定自己的鉴定合法合规。 并警告我,如果再胡说八道,就告我诽谤。 眼见着实在问不出什么来。 我只能从办公室出来,这时迎面一个有些熟悉的脸孔,让我一愣。 卫生 精神鉴定科主任林建月的独子林自证,是江正廷的小跟班。 酒店对质的时候,我见过一次。 后来调查得知,她曾在江正廷的怂恿下,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。 为了包庇她这个宝贝儿子,林建月才答应帮江正廷做伪证。 江正廷被正式逮捕的时候,我们一家人踏上了回家的航班。 我姐看着美妖好奇地到处打量。 时不时发出嘀嘀的惊叹。 她摸摸美妖的头,亲亲她的脸蛋,用近乎于泥男的声音说道,我们得救了。 日子平静了下来,我们一家人在一起,平淡又幸福。 几年后,我姐也终于逐渐摆脱了那几年的阴影。 姐姐大学室友找来的时候,我们正在为宝妮准备八岁生日会。 美妖在我们带回家后改了名,宝妮、沈宝妮、我姐的宝贝女儿,我们一家人的宝贝。 对方见到我姐很激动,一把握住她的手。 我姐这个室友跟江振婷是同乡,不过不是一个村的。 当初我姐跟江振婷在一起,她没少阻拦。 她一早就说,江振婷从小脾气,不是什么好人,配不上我姐,可我姐偏偏不信,甚至还因为江振婷跟她翻了脸。 我姐也掉了眼泪,轻轻对她笑。 两人聊了很多,我姐这才知道,她毕业后留在了城里,嫁了个老公还不错,后来把父母都接过来。 不久前,家里有老人去世,才回了趟老家。 她也是这样听说了我姐的事,回来之后辗转要到地址,找到了我姐。 看得出来,她现在很幸福,我姐由衷地为她高兴,两人加了微信,约好以后常联系。 室友走后,我姐又忙活起来,等装饰好屋子,才发现室友走后,又给她发了个消息。 对了楠楠,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,江振婷真的疯了,听老家人说,她在监狱里受了不少折磨。 我姐拿着手机愣了好一会儿,最终回了个知道了。 放下手机的时候,宝妮带着弟弟推门进来,两个孩子一左一右扑进她的怀里。 我姐搂着他们,冲我微微一笑。 起疯了,我的心里却觉得暖哄哄的,看着屋里三个人的笑容,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 查看下一张,全部收起。